接下来就是要介绍第八位 是谁呢 南陀 大家好厉害喔 记忆力很厉害喔 这个南陀是谁呢 这个我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南陀蛮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的这个人的故事 这个南陀尊者啊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 包弟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亲弟弟 后来呢 释迦牟尼佛 也度他出家 那他怎么出家的呢 南陀尊者啊 他的念头从来都没有想要出家的 一丝好的念头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生活很很完美的 你看 他是一位王子 再加上他的太太 是美人一个 在印度那个时候可以说啊 非常美丽的 你想想 这么好的家庭 他会想出家吗 没有 但是释迦牟尼佛呢 想尽办法要度他出家 但是他的太太有知道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啊 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他的出家的姻缘 他有一次啊 时间还有 五分钟 讲一句话就 时间又到了 这个有一次呢 释迦牟尼佛啊 来到他的家里啊 脱坡 但是释迦牟尼佛很聪明哦 他没有进到他家里 在哪里等呢 你知道吗 在路边 有一段距离 不进来 释迦牟尼佛在那边等他 所以他家里的人就跟那个 难陀讲说 释迦牟尼佛啊 来脱坡 但是奇怪今天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不进来的呢 他的太太知道啊 他的释迦牟尼佛的用意 所以啊 当这个难陀要把这个使物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 他的太太把这个 化妆粉 化妆粉啊 女人的化妆粉 弄点水 湿湿的把这个化妆粉放在这个难陀啊 的手上 就跟难陀讲 你可以出去 但是这个水粉啊 还没干之前 你必须要回来 没想到一出去啊 一出去不回了 一出去也被释迦牟尼佛带走了 他带走之后呢 就把他剃头出家 那个难陀剃头出家的时候啊 他有没有真正在用功 没有啊 每天想着谁 他的太太 我想到好辛苦 我每天很多次想要逃跑 逃跑嘛 但是不成功 有一天呢 看到释迦牟尼佛要出去拖拨 释迦牟尼佛往西跑 他呢 就往东 但是释迦牟尼佛知道有神通啊 没想到啊 释迦牟尼佛在半路就等他了 一到释迦牟尼佛乖乖回来 你看释迦牟尼佛好厉害 回来之后呢 释迦牟尼佛观察如果这样下去不行 不但不会成就 所以有一天 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这个难陀啊 好我带你到一个地方 去昌患 这难陀就问他你去就知道了 那就释迦牟尼佛带着这个难陀 用神通 要到哪里知道吗 到哪里 停工哪一个道 欲界里面哪一道 道理天 到道理天之前呢 走了一半就停了 停了一半的时候呢 难陀就问释迦牟尼佛 你为什么停 没有 我先想让你看一下 他说下面 有一片森林 在这边森林很多猴子 但是猴子这么多大概有五百 但是只有一只母的 剩下都是公的 这些公的就是追一直追这个母的 这么多爱上这一只母猴 然后释迦牟尼佛就问了 难陀 这一只母猴啊 这么多在追他 跟你的太太相比是怎么样 你想想难陀听到这句话 会不会高兴 很不高兴 开玩笑 我家里这么漂亮的一个 你怎么能够跟猴子比呢 不高兴 不理这个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一句话没讲 然后继续往前走 走到哪里 盗利天 到了盗利天 突然间 突然间 这个难陀看到这个有一个皇宫 很多天理都在忙 问释迦牟尼佛 他们在忙什么 你不知道 你去问他吗 问他的时候 你们这些忙什么 看你这么忙 没有啊 我们现在在忙 我们这个皇宫的主人 这个主人是谁呢 他现在跟释迦牟尼佛在修行 是一个出家人 那以后啊 命中之后啊 他会到这个道利天 做我们的天主 那个难陀很好奇 跟释迦牟尼佛出家的 我应该认识啊 他就问他 那个出家人是谁 这个出家人的名 叫做南陀 哇 那个都好高兴啊 哇 那个真的很高兴 叮咚它是南陀的名字呢 那赶快去找佛陀 佛陀 前面我们不用再往前走了 现在我们赶快回到家 因为我要好好修行 释迦牟尼佛问南陀 你真的要下去了 真的 我不想再往前走 我要继续下去 我要好好用功 将来啊 我要做这边的主人 跟你的太太相比的怎么样 释迦牟尼佛问他 哎呀 没得比 没得比 我这男人 变心很快啊 我真的变心很快 本来啊 想着他的太太 我再每天看到这个道立天的这些天里 哇 长得 个个都非常 那个美妙 非常的赞叹 所以啊 回到这个 这个生灵啊 这个生团里面 每天都想着 我要到道立天 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他这样的样子 不行啦 瞬间一来啊 受不了 诱惑又来喔 哎 心里哦 如如不动了 哦 这个 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样子 没办法 带他到哪里 到地狱去了 看到这个地狱大家在忙着 哦 忙得忙 忙东忙西啊 突然间看到一个小鬼在那边 脱懒 睡午觉这样 而且大家忙着 问释迦牟尼佛 小鬼在做什么 为什么大家在忙 他在睡午觉 脱懒这样 你问他 那这个小鬼啊 遇到这个难头难头问他 你在做什么 人家在忙 你为什么拖懒 没有啊 我现在主要等一个人啊 因为有一个大锅嘛 这个锅很大的 看到那些人被惩罚 因为造业嘛 像我们那些油炸人 油条那种 哇 这个人啊 放在里面 油炸 我这个 这个很恐怖耶 你看到地狱有时候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源经 第四篇 你往下去看了 你不忍心去看 真的好恐怖 他说没有啊 他说没有啊 我在等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 他现在跟释迦牟尼佛出家 但是没有好好用功强着都是要享受 现在呢 以后啊 寿命到了 他还要到这里惩罚 这个难陀问他 那个出家人是谁 他名字叫难陀 我这个难陀掉到他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 我跟释迦牟尼佛讲 好了算了 我们回家了 我好好用功 认真努力 就是因为这样的 原因 让他真的用功 后来真的阿罗汉佛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有这种的方法 我没有这种的能力啊 要不然我会带你们到地狱去看一看 参观一把 让你们看一看地狱是什么样的 真的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 一个 有一个老居士 他要带我去给一个 一个能够 可以催眠的 回到过去的 让你了解过去什么样东西 我说 我不用这一套 金刚经说得好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没必要去知道 火在当下 好好认真念佛 将来你就会知道了 很多人常常有这种的事情 这个人我认识 好厉害的 我也千年看他 帮助一个人 我把他拉到过去 什么样的 他的秘密全部收出来 那一个真的好厉害 而且 记录下来的东西 跟他的生活一惧一动 都是一模一样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真的他有这种能力 释迦牟尼佛有这种能力啊 所以 南陀 出家之后 你想一想 在佛弟子当中 大家都称为他是什么 是什么呢 厉草 厉荣 生妙第一啊 厉荣 就是威仪 他的相貌 他的声音非常之妙 用现代来讲的 帅哥一个 在佛弟子当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比 很帅啊 你想一想 帅到什么程度呢 时间到了 这个下个星期呢 再跟大家来报告 这个难头啊 非常不得了 这个故事下面很精彩 一个人相貌好 还有声音好 是一种福报 对 真的 你看 如果今天我们做微弄 唱得很好听 会不会大家留下来 会 哪怕是走的人也不多 如果今天我们的声音 唱起来好像 录音带坏掉的感觉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人家会不会反应 会 所以 声音好也是一种福报 相貌好也是一种福报 所以 这种称为叫做果报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所以你要种因 这个因怎么种呢 这个难头下面会跟我们说 他为什么有 这样的声音的美妙 啊相貌又这么好 这个呢 下一个星期呀 再做一个简单跟大家报告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鼓励大家 我们啊 好好用功 人生无常 昨天师父已经跟大家 简单的说了 这一心 这一生 一定要把我们的方向目标 一定要锁定 将来 我们该怎么生死 这个就是关键在自己了 哪怕是今天我们学佛 学佛也帮助一个人能够得到一种幸福 学佛哪怕是今天我们不想了生死出三界 释迦牟尼佛也有方法 只要你把五界十善 落实在生活 这个就是你的本钱 借能够保护自己 也能够保护别人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经》里面常常讲 也告诉我们 一切善 从界而生 一切罪 从界而灭 这个道理呢 我们 生活的规律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出家人呢 没有以界为师 你想一想 他能够保护这个袈裟吗 常住不了的 一个居士 你要有一个幸福快乐 你没有以这种的 界来做你的老师 你想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可能吗 很难 所以啊 佛在这个 大波日经里面 最后归纳一句话 告诉我们 连五界如果我们都做不到 不要说人的身份 人天的身份 连狐狸呀 你都没有机会 狐狸是什么呢 出生到 你不是恶鬼 就是敌 哪怕是得人生 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很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鼓励大家 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改变自己 我们讲说 改变别人 还不如改变自己 成就别人 还不如先来成就自己